好的,我們現在來看物件導向的Prototype 首先在第十四章,這個Prototype我們要學的是 第十四之一,自定功能物件 在十四之二,我們要使用Function來自定類型 在十四之三,我們要擴展類型的功能 這邊的類型就是class 好的,首先我們來到十四之一,我們要自定功能物件 在這邊我們看到的是命名空間,Namespace Javascript 函式是一種物件,然後再來自定物件 首先我們來看命名空間,Namespace 命名空間視為城市的範圍,然後同名的變數,名稱不會互相干擾 它這樣子可以來降低全域變數,來避免命名衝突 那Namespace 是一個新的區域作用域 區域作用域就是blockscope 好,以便於區域格其城市碼和全域的作用域 JavaScript沒有內建命名空間 那JavaScript可以藉由定義一個物件來建立命名空間 所以它是用物件來模擬的這個命名空間 原本是沒有的,沒有Namespace這種功能 物件實際上是一群名稱和值的組合 就是NameValuePair 好,物件的外貌特徵可以利用attribute屬性來描述 利用方法method 就是method就是一種function 然後它有特定的動作 這就用script中函式也是一種物件 可以用typeof來驗證 好,這邊它做了一件事情是 它把這個function 然後是fn 然後它去看typeof fn 它會跟你講說它是一個function 好的,那它可以toStream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壓成文字 然後印出來,讓大家知道 可以看得到 好,再來我們來自訂物件 這邊呢,我們可以用 建構函式 object的建構函式 來建立一個空白物件 所以我們這邊看到一個new 一個object 然後var 就是傳進去 那它就會是一個框框 喔,不是 那或者是我們可以使用 點或框框的空白物件 來足以來新增它的屬性和方法 所以可以先 怎麼做 然後 這邊我們把 up 先把 既換器丟進來 然後我們開console console inspect alone console 先清掉 clear 好,這邊呢 我們做什麼事情 我們是不是var 然後我們建立一個obj 它是一個new object obj 好,這時候obj 是什麼 就是一個大框框 就是裡面什麼都沒有 那這時候我可以對這個obj 它 把它說它的key的name是jack 然後這時候obj 就變成裡面有一個namejack 再來我可以 我除了可以用點name這種方法 有的時候我想要命名的中間 我可以放一個自串的key 那這個key是age 然後可以設定它為5 然後這時候我的obj 是 這是一個5歲的jack 好的,那這邊有提到說 可以用 json的十字法則 我們大部分在建一個物件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 json的十字法則比較方便 這個法則是這樣的 它是一個大框框 直接namejack age 存進去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們var obj j1 等於 用一個大框框 然後呢 我們直接去 name jack 然後豆點 這邊我們寫 age 毛號5 用這樣的方式 一次就可以把它建起來 OK 有這兩種建法 好的,這邊是十四之一 大家可以去操作一下